Hello大家好,我是飞飞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选宝石实战 知为什么同样大小,感觉是差不多的蓝宝石 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 首先为大家挑出了6颗蓝宝石 以这6颗为例子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蓝宝石的价格差异如此之大 首先我们来看这两颗 这两颗是无梢的西车菊和黄家南 它们分别的重量是0.97和0.95克拉 都非常的接近1克拉 但是这两颗并没有1克拉的异价 这两颗是1.06克拉和1.03克拉 分别是黄家南和西车菊 它们的价格相差了几千块钱 因为它们的品级是不一样的 当然是同样的克拉大小 差不多的进度的情况下来进行对比 这两颗超过了1克拉的价格 就比这两颗要贵很多 因为通常上的1克拉 它有一个克拉一价 上去仅仅相差零点几 但是其实价差就还挺大的 这两颗 一颗是无梢黄家南 一颗是无梢蓝宝石 一个没有贫瘠 一个有贫瘠 所以说这颗有贫瘠的黄家南 价格要大于这颗无梢蓝宝石 因为对于南宝石来说有贫瘠和没有贫瘠的价格差别是很大 我们如果说是追求性价比的话 其实是可以选择这种0.9克拉以上的 因为它的台面基本上如果切得好一点的话 基本上跟1克拉的台面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有的甚至比切得差一点的1克拉还要大一些 但是价格却便宜很多 基本上无梢市车局黄家南没有上1克拉的话 基本上都是不过万的 就只需要几千块钱都能买得到 而上了1克拉的无梢蓝宝石 因为它的稀有度 颜色好进度好的无梢蓝宝石 基本上克拉价还是要过万的 如果预算足够的话 通常还是建议大家买越大越好 因为越大越稀有 也决定了它未来的价值和生长的空间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并不是要追求所有人都认同的一个东西 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特立独行 就比如说这颗无梢蓝宝石 它虽然不是黄家蓝也不是市车局 但是它的颜色和火彩都非常的好 又是一个竹木绿切 这种宝石它做出来以后 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戒指或者是项链 价格也比较便宜 也只需要中签 这样的如果你恰恰好也喜欢它 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的 因为我们买宝石不是买证书 而是买自己的心中所爱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继续分享买宝石的实战 如果你喜欢记得点赞收藏关注哦 拜拜 拜拜